19岁少女瘫痪在床,前来看她的人络绎不绝,可这看似平静的房子却包含人性的丑陋。 嗨大家好,我是王美丽,今天要讲的是韩国的悬疑电影《叔叔》。 19岁的叶子是一个残局女孩,她每天都瘫在床上下不了地,她的残疾不是天生的, 而是因为小时候亲眼目睹妈妈被奸杀,心里受到了严重的创伤,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办法站起来了。 父母说完了她,依靠社会福利人员的照顾才能过过,但是叶子却从没开心过, 眼前这几个玩音乐的混混就经常在晚上潜入叶子的房间玩玩音乐,然后侵辱她,之后爬床离开。 小美是福利院的护工,每天负责照顾叶子的衣食起居,由于生活在底层,她找不到像样的工作, 所以依靠照顾叶子来拿到点微薄的薪水。 小美温柔善良的微笑背后是一张邪恶的嘴脸,生活上稍有不顺意,她就对叶子拳脚相加。 她甚至嫉妒叶子虽然瘫痪在床,却又有这么多男人觊觎着她。 叶子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,所以选择保持沉默,一个两个她可以撞稿倾诉。 当身边所有人都这样的时候,她只能默默忍受,因为没有人会替她出头。 叶子的日常还不止如此,经常会有不同的人来看望叶子,尤其是男人居多, 他们一个个在表面上用眼影关心着,其实在背地里却都在欺负她。 这天,福利院的金科长贾欣欣地帮叶子做起了足底康复按摩。 可这双污浊的眼睛却总是不自觉地看向叶子的双腿,讽刺的是,她每次来都会带上一束玫瑰。 接着,牧师也前来看望叶子,她一如既往地拉住叶子的手进行祷告,希望上帝善待这个可怜的姑娘。 五番时间,小美做了一桌子的饭菜,和金科长大块朵一起来。 当金科长问道,叶子吃了吗? 小美谎称她吃了肉粥,但其实叶子一早上都在被小美欺负,利弥为尽。 饭后,两个人无视叶子,在餐厅做起了饭后运动。 小美企图用身体交换,让金科长帮自己转正,以拿到更高的工资。 可金科长一直敷衍了事,快了快了。 到了晚上,叶子也不得安宁,楼下的小棍棍拿着激光笔晃来晃去,喊着叶子的名字进行骚扰。 到了深夜,一个男人悄悄潜入房间,侵犯了她。 叶子对这种情况早已习以为常,结束后,男人又从窗户离开。 第二天清晨,叶子身边躺着一个陌生的男人,受到惊吓的她,剧烈地咳嗽起来,吵醒了身边的男人。 她像个孩子一样,屁股一掘,把叶子击倒在地上。 叶子在地上奋力挣扎着,却没能再次爬上床。 男人这时才发现,叶子和正常的姑娘不一样。 她赶紧抱起叶子丢在床上,转身去给她做起了早饭。 叶子把煎糊的早饭,早饭在地上,没多久,男人又粗鲁地把她绑在餐桌上,帮她吃饭。 虽然几经挣扎,但是男人却似乎很有耐心,把她固定在椅子上。 看着男人大口大口地吃饭,叶子虽然饿,但是她不敢吃,不知道饭是不是下了药。 直到男人把饭拿来准备吃上一口,叶子才开始进食,可或许是她被亲饭怀孕了,也或许是太久没有吃到肉。 她吃着吃着就吐了,男人没有嫌弃她,把她抱进浴缸里冲起,站在门外,男人陷入了回忆。 原来这个男人是叶子的叔叔,叔叔的家族是做生意的,在当地一直很富有。 叶子的妈妈是出了名的美人,一群恶毒的人陷害杀死了叶子的爸爸,想霸占她的家业以及漂亮的妈妈。 叔叔回家照顾起母女脸,却没想到在这过程中爱上了嫂子,可那些人不死心侵犯了嫂子,甚至还逼迫叔叔也侵犯嫂子。 叔叔害怕叶子受到伤害,让她一直在床上装睡,然后下楼不想让嫂子承受这些羞辱,勒死了嫂子,自己也自尽了。 可没想到的是,她没死成,不仅生怠坏了无法说话,还被当成奸杀嫂子的罪犯关进了监狱。 现在的她因为身患重病时日无多,才得到假释出狱,出狱后她第一时间赶回了家里。 叔叔发现小美的为人后,想要假装侵犯来逼走她。 小美受到惊吓,就找来金科长一行人想办法弄走叔叔。 金科长冠冕堂皇地说着,叔叔不会说话,而且一个男人来照顾叶子不合适。 还是希望他们福利宴继续照顾叶子,但他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担心叶子,而是害怕叔叔的存在,坏了他们的好事。 可是这房子是叔叔的,他们没有办法赶走她。 叔叔希望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,好好陪陪这个侄女。 在接下来的相处中,叶子从开始的抗拒,到后来慢慢喜欢上了叔叔。 叶子开始依赖她,像对爸爸那样,叶子变得爱笑了。 他们一起吃饭,画画,看电影,叔叔还亲手制作了吃饭的椅子,偶尔帮她擦擦身子。 在叔叔眼里,这就是自己的孩子。 这天,叔叔为叶子坐了轮椅,想要带叶子出去看看,可叶子十分抗拒,她在家里都备受凌辱。 对于外面未知的事件,叶子害怕极了。 一开门就遇到了经常侵犯她的警察,警察是带逼走叔叔的。 他要把当年尖杀叶子妈妈的事情告诉叶子。 第二天,叔叔做了一桌子的菜,主动跟叶子坦白了当年的事情,看到这里叶子崩溃了,叔叔也真的离开了她,那些人又重新回到了她的生活。 晚上,牧师来到叶子的房间,向他诉说了自己全部的罪行,当年密谋杀害叶子妈妈的就是她。 他诉说着对妈妈的喜欢,因为极端的喜欢,让她失去了理智。 他清楚地知道这些年发生的一切,甚至还清楚地知道叔叔现在出狱是因为身患绝症。 越说,情绪越激动,他说着自己是唯一一个真心喜欢叶子的人,但却从来没得到过叶子,他不甘心。 说完就掀开了被子,脱下了自己的裤子,这时叔叔及时出现,打死了这个墓室。 原来叔叔并没有离开,而是默默藏起来保护着叶子。 知道唯一对自己好的叔叔时日不多,叶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。 可自杀未遂,叔叔救下了她,接下来叔叔决定给叶子报仇。 那些曾经欺负过叶子的人,一一报复杀害,小美,金科长,混混。 包括警察,叔叔针对每一个人的罪行都私人定制了一份杀害手法。 影片的最后,叔叔死了。 挣扎着跟叶子道了一声晚安,叶子却奇迹般地站了起来, 拿着那条叔叔不离身的丝巾走向了外面的世界。 这条丝巾不单单是叔叔为了遮盖当年脖子上的伤,它还包含了叔叔对妈妈的爱。 整个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小屋子里,却映射出很多社会问题。 电影看得挺压抑的,但真心不视为一部好片。 当坏人一直被当作好人,好人却被诬陷成坏人,或许这就是世界吧。 好了,今天就到这里了,喜欢王美丽的话,可以关注、留言、点赞。 我们明天再见啦。